174頁介紹第一個顯示器 這個稍微講一下 五分鐘就夠了 這個叫音極射線管 叫做CRT Castle the Red Tube 那什麼東西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 熱油離跟敞發射 還記得嗎 OK 這個音極射線管用的原理 就是熱油離 所以它用的東西叫做電子槍 各位還記得嗎 好翻過來 請各位看課本的176頁 我們來介紹一下什麼是電子槍 OK 這個就是所謂的音極射線管 我猜各位很小的時候 還看過這種東西 就是很笨重 你看這個是螢幕是不是4比3 剛剛講的 然後後面是不是厚度很厚 為什麼會這麼厚呢 你看這個螢幕的正表 正上方 你把它放大的話就是RGB RGB一直重複 然後它是在玻璃上面 塗那個螢光粉 那個螢光粉 如果是紅色的螢光粉 就會發紅光 綠色就發綠光 藍色就發藍光 所以在那個螢幕表面 就塗RGB RGB這樣一直反覆塗 塗滿整個表面 它怎麼發光呢 正後方是一個電子槍 這個電子槍從正後方 打到這個螢幕的玻璃上 打在這個地方 櫻極射線管基本上有三支電子槍 所以它打出一道 打出三道電子數 是不是剛好打在一個畫素上 所以RGB這三個螢光粉就同時亮 就像這樣 這個畫素就亮了 這樣聽懂嗎 可是螢幕上有很多畫素對不對 所以它打的時候 一定是先打第一個 再打第二個 再打第三個 這樣聽懂嗎 所以它先打第一個 再打第二個 再打第三個 所以它是這樣子 各位看這邊 這是一個電視 這是電子槍 這電子數打出來之後 要先轉彎 為什麼要轉彎 因為它打左上角的第一個 所以電子槍要轉彎 打第一個 再打第二個 再打第三個 依序掃過來 再掃第二行 再掃第三行 依序掃完整個畫面 再跳回來掃第一行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這一種CRT 基本上它就是靠電子槍 電子數打出來之後 撞到螢光粉 螢光粉吸收了電子的能量之後 再把光放出來 就這樣子 重點是它只有三支電子槍 所以 殷疾射線管 在某一個瞬間 只有一個畫素會亮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電視的時候 你覺得整個螢幕是亮的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打得非常快 它不只非常快 它每一秒鐘要掃過那個畫面 30次 你才會看到電視裡面的人 是真正在那邊跑來跑去的 這樣有聽懂嗎 每秒鐘要換30個畫面 你的肉眼才會覺得 那是連續的畫面 這個是電視電影最基本的原理 所以那個電子槍 每秒要掃30次 所以你可想而知 那個電子槍掃描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所以各位看課本176頁 這樣看懂那個圖嗎 它是先掃第一行 再掃第二行 再掃第三行 掃完之後再回來重複這樣掃 你們有沒有看過早期 算了算了 不要講 那個太古董的東西就不用講 好到這邊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剛剛有沒有告訴各位 我說這個電子槍是從三支槍 從這個地方打出來的電子速轉彎 是不是打到這個玻璃上 在這邊掃描對不對 我剛剛是不是說傳統的電視做正方形最好 為什麼 因為電子槍是圓芯對不對 以這個圓芯打出來的電子速 是不是打在一個玻璃上 正常的狀況那個玻璃不能是平的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球面的 聽到我在講什麼嗎 你可以想像你家的電視機是球面的嗎 各位這很好笑 以前的電視機 我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你很小的時候 你家裡面那個音級射線管 那個螢幕不是平的 螢幕是中間突出來旁邊稍微凹進去 你現在聽懂原因了嗎 因為它根本就是用電子槍在掃的 所以它的玻璃本來就應該是球面 它硬把它拉成平面 那個邊邊的影像都會扭曲 所以那個不容易 你要拉到全屏那個做不到的 這樣有聽懂嗎 再來 因為電子速打出來之後要打到左上角右上角 左下角右下角對不對 電子速要轉彎啊 所以你只有怎麼樣才能讓它轉彎 距離拉長對不對 所以當你螢幕變大的時候距離就要怎樣 更長 所以以前的電視做不大 為什麼 因為電視一做大就變得更厚了 各位知道電視機又笨重 那是玻璃管裡面是真空的 所以很難做 再來各位 電子槍是圓芯 那你告訴我 它打出來是不是一個正方形 是不是最好做 你要做16比9那不行 因為你16比9一拉大之後 我的螢幕就要拉長 就是厚度要變厚 所以只能做4比3 這樣聽懂 知道就好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後來的液晶面板 跟這個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 所以液晶面板是全平面的 而且呢 你還做幾比幾隨便 因為那個製程上沒有這個限制 好 所以這個就是傳統的電視 這個不值得介紹